甘肃省兰州市自来水中的本含量严重超标事故爆发至今已经有五天了 然而有关水污染的真正原因 兰州官方的说法一改再改 民众也是莫衷一事 而针对着市府宣称 自来水已经恢复正常 仍有不少民众质疑 不敢贸然的引用 10号下午5点 兰州市唯一的一家水厂 兰州威利亚水务集团公司 测出出厂的水本含量高达每升118维克 到11号凌晨2点 以增为每升200维克 是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 每升10维克的20倍 13号兰州市政府表示 兰州威利亚水务集团公司的自流沟周边 有大量的地下含油污水 是这次自来水本超标的直接原因 美日经济新闻引述环境应急专家组成员 王金生的话表示 兰州自来水中的本 来源于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 上世纪80年代发生泄露事故后 渗入到地下的污染物 自流沟到售后收缩缝老化 滞留区的韩本地下水 通过收缩缝进入自流沟 进而污染到水质 不过兰州环保局长严子江对媒体说 中石油兰州分公司一条管道发生原油泄漏 污染了供水企业的自流沟 导致兰州自来水本超标 而人民日报则指出 经甘肃省环保厅环境监测站监测 兰州自来水本超标主要原因 是水厂泵房实施清洁作业所致 另外 中国经营报报道说 自流沟附近有很多的化工企业 本超标使这些化工企业肆意排污造成的 13号下午1点 检测数据显示 兰州威利亚自来水厂1号泵房本含量已降到每升2.74微克 2号泵房本含量也只剩每升1.72微克 不过在发生本污染的兰州西谷区 仍随处可见排着长队取水的民众和一些歇业的饭店 据了解 此次检测出本超标的自流沟 位于兰州石化厂区附近 建成投用至今已近60年 承担着全市90%生活饮用水的输送人物 影响就吃饭的人少了呗 现在水不是可以用了吗 我们也听人家说可以用了呀 反正现在我们就吃着了 种没种族我们也不知道 人家不都说慢性毒药吗 人身体治癌呀 这都知道呀 新闻上都说着了 微信上都传着呢 针对自来水本含量 在短短几天内大幅下降 重庆食品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周令国指出 消除本含量要靠水体的自然流动 那都看见那个水是流动还是死水啊 流动不大 它怎么排除啊 这流水会稀释了 把它稀释了 把它冲去走啊 所以它自己不能排除本啊 它是化学物质啊 生物一次要掉到毒石的 北京水污染民间水专家张俊峰 则提出几个导致本大幅下降的可能原因 10号下午5点 威利亚公司就发现自来水油本超标现象 不过 兰州市政府直到11号上午11点 才发布自来水不宜饮用通告 足足延迟了18个小时 引发民众质疑 事实上 上个月10号 就有市民向当局反映 水有异味 结果被当局以网络造谣刑拘 据了解 中石油管道之前多次发生渗油现象 早在2011年5月 上海东方早报就曾深入报道 兰州地下油污管道超期服役 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中石油管道超期服役